這個時候大家說 我就想要穩穩賺 我也不要貪心 去年大家這個心很大 現在想說穩穩賺 是不是可以存股 馬上來問華老師 萬六的存股 存股你已經16年了 對 賣相必17年 我有看你還在創新高 已經快6千萬了 對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以前是流浪教師 在認識你啊 代課老師 對 我晚上在補習班教書 我教數學理化 然後我老闆一個小時給我1000塊 或800塊 那我老闆賺翻了 因為他找了 像我很多這種 像我的一樣的人 幫他教數學理化 英文作文什麼都教 所以我想說 我是不是來開一個補習班 我當老闆這樣子 對 巴菲特說 有錢的秘密就是什麼 自己很會賺錢 第二個呢 這個找很會賺錢的 幫你賺錢 後來我決定自己賺錢 我開補習班 結果三年就倒了 結果後來不行啊 所以我就找很會賺錢 你這個故事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要 找很會賺錢的人 來幫我賺錢 不要自己開補習班 對對對 所以我就買股票 大家知道股票是什麼嗎 你買一張股票 就擁有了這個公司 對 這股票的意義 好 那這個 我存股16年17年 我們看一下大盤指數 這個在1966年的時候 我們台股是100點開始 那從2002年底的時候 那我們台灣家權指數 4452點45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規定 有一個叫做 發行量家權股價報酬指數 跟大盤指數一模一樣 4452點45點 這樣 那什麼意思呢 剛剛慶儀說 台股的儲銜完貼席嘛 對 那這個發行量家權股價報酬指數就是說 把所有上市的股票的息 全部加回去 的指數 所以你不要說現在是1萬6 接下來已經3萬1了 換句話說 你從2002年到2021 所以成果的看右邊紅色的就對了 是沒有錯 你買股票什麼都不動 18年漲了6倍 就這樣 你只要買了股票都不動 就漲了6倍 所以等於說你過去18年 如果說你的投資績效 沒有超過18年沒有超過6倍 應該都是不太及格的 因為不動就6倍嘛 18年有6倍的下面刷加1 對 那所以說 其實不用預測指數啦 我以前剛退伍的時候 流浪教室的時候 我在做短線 我碰過金融海嘯 金融風暴 97年亞洲金融風暴 2000年這個網路泡沫 然後01年91恐怖攻擊 03年伊拉克戰爭 02年SARS 那股票的大跌崩盤 那時候把錢賠光 好煩喔 這些什麼我都經歷過 都經歷過 不要這麼資深 那我們同梯的 後來我就賠光了 我就開始學巴菲特 我買股票 就擁有了一個公司 公司所有的員工 幫我賺錢 幫我工作 努力幫我工作 幫我賺錢 所以我開始存股之後呢 我不是這麼順利喔 我16年17年前 開始存股碰到08年 金融海嘯 我的市值少一半 不用怕繼續買 你買的是股票 你買的股票 是代表一個公司 那我碰過 10年的時候 這個歐珠五國 希臘島債 也是大跌 14年中國大陸崩盤 T&RF風暴 大崩盤 然後最近的是 2018年貿易戰爭 去年新冠肺炎 我的市值也掉了很多 不用 我每次來7年的節目 都說買 就是買 選對股票比較重要 所以我今年股息 也是不斷創新高 我去年大概股息一百八十萬 那今年大概就大概兩百萬 就是說我現在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買不是存了很多股票嗎 這麼多公司 這麼多員工 每天在幫我工作 我不用管股價 對 那就是股息 慢慢穩定成長 重點是選股 選對股票比較重要 大盤其實不太會看 就是選對股票比較重要 好 待會來看選對什麼股票 股息兩百萬 講得稍極輕鬆 兩百萬 有股息兩百萬 也幫我們刷加一 每次講存股 就一定會講金融股 金融股 我們來看這個年輕人 喜歡存股的排行榜 第一名 這個講過很多次 就是玉山金 在二零一年的時候 第一名是中鋼 現在變玉山金 然後之前是鴻海 現在是元大高股息 好 這個金融股的話 有沒有也會怎麼建議 好 我當然對一些比較穩定操作的人來講的話 金融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假設你沒有那麼多 美國加臺灣時間 可以一直在盯股票的人 那為什麼大家會喜歡玉山金 因為長時間來講 玉山金是一個比較小而美的公司 他的企業 因為櫃台比較漂亮 我覺得他那個衣服也不錯 那原則上的話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企業待放 他都是個人消金 那你知道企業待放裡面 就會隱藏著很多 常常會講美國國債 或者是哪個地方的這個 所謂公司債 那他會連結很多的這個金融性商品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會造成一些大型的金控 包含像富邦金 國泰金 三不五時就要提列一些 這樣所謂的壞賬損失 那玉山金長時間是不用 但事實上 我給各位看了這一張裡面 那各位可以發現 玉山金這一次的殖利率 限定殖利率的排行 他其實並不是第一名 應該是這一張 金融股的這一張 不是這個ETF這一張 以金融股的這張來講的話 他是在第四名 但說實在也不錯 6點多% 6.1% 那真正第一名的話是第一金 第二名的話是華南 第三名是台新 那前面的兩檔都是老的 三商銀 市場人氣比較低 那外資比較不會買 那如果說你把前五名 綜合起來就是說又有外資 餘放比又相對低 然後現金值率又高的 講實在還真的是玉山金 所以如果說大家真的要做 長期性的一個存股的話 我認為剛剛的這個玉山金是不錯 那你說現在最近最一波 比較強的是富邦 比較強的是國泰 為什麼不去看他 因為各位要知道 我剛剛回到一個大盤的前提 大盤是有可能由金融跟傳產股 甚至再加上面板股來創高 所以最後金融股還會在臨門一角的時候 去踢那個最後的一個高點 對所以外資其實是控它來 當成是控指數 但是各位你在做長期投資 你沒有在管最近這半個月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應該是以比說 我剛剛在講那樣的一個選股原則為主 針對玉山金 可能會比較長線比較安全 OK 好 我們今天在進入這個殖利率股的討論之前 我們在最後還是想問一下 因為大家比較關心這個台積電 紅海跟綠能 這些盤面上比較熱門的股票 游民哥你怎麼給大家建議 對我這邊簡單的講一下 台積電今天是漲的對不對 他是破了季線之後 試圖去做鞏固 那他有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是在650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到 但是我認為那個是他最緊繃的點 但他的高點是在679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 大盤外來創高 台積電也只是反彈 連電也是 那你說紅海怎麼樣 那紅海的狀況不一樣 紅海就等於是之前起漲的台積電 在400多塊 所以一個坡在上去的過程中 那130起漲台積電 對 起漲 但是他絕對沒有像台積電想像空間這麼大 我認為他的MIH 這樣的一個平台 夠他可以到130 他的Apple Car 那就可以到130 對 他的Apple Car 夠他到150 如此而已 因為他的賺的錢 再加上他的本益比你成長 因為他不是高階製程 車子已經快開到目的地了 對 其實不是目的地 如果你從台北下去的話 大概也到嘉義了 還沒有到墾丁 但原則上是這樣的狀況 那你說現階段 當然我覺得鴻海比較強 長線當然是台積電比較強 可是台積電的買點 絕對不是在現在 我說是在5月 那鴻海當然上去 那至於綠能的股票 那我就要給各位一個建議 拜登的那一波熱潮已經過了 那最近有一個3576的聯合在生 因為是外資買 他突然有一天買到第一名 所以帶動了所有的 包含像上禮拜五 你去看到大環在跌 跌得很多的時候 那個所有的太陽能股 突然拉位盤 對 但是我認為 那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那個有一點點投機 而且虧錢的公司 再加上現在的炒高 你就把它視為在3月底之前 這樣的一個內資 活絡的一個現象就好了 OK 好 沐華 好 你的建議 台積電跟鴻海 我認為短線上的話 當然就是買鴻海賣台積電 這個是比較從技術面考量 那長線上我個人就是說 會佈局台積電 但是賣鴻海 因為長線鴻海的價值 絕對沒有台積電的價值高 就是說如果說 以這個公司長線發展來看 這個我應該答得很清楚 那短線上面 因為鴻海是一個多頭 氣勢很旺 而且外資又偏多的一個方向 那台積電外資有1900萬張 他天天在賣 所以說短線上面的話 台積電就被外資賣下來 但問題是外資賣到一個程度 他會停止 所以我覺得長線上面 還是要看這個台積電的一個指紋 這個價值買點浮線 所以我會短線長線把它分開來 那至於說綠能的部分 這個其實你看到茂迪跟元晶 他們去年第三季都轉虧為盈了 然後今年消息面也不錯 像元晶的董事長出來講 當然這個要觀察 他講的是不是事實 他說我們的訂單已經接到今年底了 然後現在是目前是選單在做 不是每單都接 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現在目前的市況不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茂迪公布出來去年盔轉營 這個禮拜五就拉漲停板 但尾盤拉我同意剛剛有名所講就比較投機 只不過就是說他今天還能續漲 所以說元晶茂迪今天還能續漲 就代表說我們可以觀察他的一個多頭動能 是不是還有持續的續航力 不管怎麼講 你看到他現在目前的這個基本面跟技術面上面 是比較偏多的 這是事實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在太陽能的部分 我建議大家追蹤油價 就國際原油的價格 如果持續能往80 100走的話 我認為太陽能的行情應該到夏天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說如果油價掉頭向下崩跌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太陽能的行情會不會結束 所以太陽能有幾個觀察方向 一個是油價的方向 如果偏多 你太陽能可以持續偏多操作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每一個月公佈出來的營收 比如說像茂迪今年一二月的營收 比去年同期就成長四成 所以他們營收有沒有持續明顯的成長 還有就是他們的季報出來 他的毛利率有沒有上來 營業率有沒有上來 最後淨率有沒有上來 這三率很重要 那再加上就是說 他的EPS能不能持續的出現增長 那這就是你在太陽能上面 你要不要持續續報 那持續看好這個族群的 很重要的一些觀察點 提供給我們觀眾朋友參考 也頂著 其他詠詞 也請翻查 我們來不及可思考 說明 火災 空災 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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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